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晚上,中國阿美族藝人蕭敬騰 在臉書上發文 其實不只在臉書上,微博上也有 而很多幫他洗地護航的人 微博上的文沒有看 因為這兩個版本不一樣喔 那我們先說一樣的點在哪呢? 蕭敬騰把自己媽媽的病情 跟毫無相關的政治上的中華民族 與身份認同、國族認同扯上一起 這個邏輯大概就是 我昨天吃火鍋燙傷嘴巴 但我是個台灣人啊,我感到非常的驕傲 我不怕這種抗傷,因為我是太魯閣族 我喜歡吃麥當勞 因為我始終是個美國人 我昨天啊,在超市買了一個蘋果 因為我是美國人 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不是,這中間有什麼關聯啊? 這跟你是哪個民族或是哪個國家有關聯嗎? 這還不明顯有中共操作的痕跡嗎? 平時一堆啊,不做中共深入議題的人 卻喜歡在這個時候說 噢,這絕對沒有中共介入啊 沒有統戰啊,搞笑啊 功課都不做啦,然後去質疑這些我們做功課 天天都在做功課 在海外接觸一堆反共人士的 你們這些人以為統戰跟滲透 只存在那種低劣的手法 OK,我要統治你 你們是中國人民共和國台灣神 你們覺得僅此這樣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國民黨怎麼會痛失大陸領土呢? 如果是這樣孫中山為什麼連惡龍共呢? 如果連你一個平時都不了解中共歷史的人都能看破 國民黨不至於喪失大陸領土啦我跟你說 因為媽媽這兩天住院開刀沒有及時回覆大家 堂堂真正的中國人下面是什麼呢? 國土不能分 民族不可散 OK,這句話代表前面的中華民族 必須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吧? 所以這叫做什麼? 有被利用價值的笨蛋 你口中喊的那個中華民族 是人家說的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果你輿論權比他大 你認為你可以反轉他說了這個話的話 歡迎你去多宣傳 對吧?因為如果你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 且屬於中華民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請你多多的表達完整的觀點 不要話說一半 我是中華民族 欸對,下一句說出來 我這個中華民族 可以存在於世界各個國家 不限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可以在中華民國 也可以在美國 講出來 中國終將實現完全統一台灣必歸 不要再洗這個是站在中華民國的立場啊 對啊 中華民國統一中國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不會寫台灣必歸 會寫什麼? 大陸必歸 因為中華民國現在在台灣 台灣已經是他的 何必在歸呢? 所以不要再洗地了好不好? 即時回復的復 這個是簡體字 中國助理啊 中國黨支部的小編 能不能把字翻譯好? 能不能? 當然啦 很多人也說這也是中共 逼迫表態的 對沒有錯 但也必須經過蕭敬騰的同意 而你也默許了 中國的壓力 利用你媽媽的病情 取責大家的同情 然後來硬貫上 政治上的宣傳 你其實可以分開來發言沒有關係對吧? 而且是你這篇文章自己把音樂扯上中華民族 這個就是政治上的民族 我已經解釋過 恩百遍了 是清末梁啟超創立後來被中國國民黨拿去大一統領土使用 現在被中共當作統治維穩的工具 有一些台灣人 那也幫肖繼騰洗地說 他講的中國人是中華民國人 OK 那我順著你的話說囉 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這句話是我們爸媽那個年代常聽的 來回去問你父母 寫作文的時候 寫一些文章的時候 是不是很多時候後面的結語一定要寫一個 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不然就是什麼 光復大陸 收復師徒 還我河山 你回去問你爸媽嘛 大概50歲以上 你去問一下 我媽昨天就這樣跟我講 我爸也這樣跟我講 我媽是台北人 讀台北人學校 我爸華麗人讀華麗人學校 而講中正的遺訓 也有這一條 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諸如此類 等等等等 千字省略 好的 如果依照你們的話 蕭敬騰就是聽從了 講中正的遺訓 那他要反攻大陸囉 要將中華民國勝利的國旗 插遍大陸領土 光復南京首都 要驅離馬列子孫 只有中華民國人 才是真正的中國人 身在共產大陸 共產中國 且支持共產黨的 都是馬列子孫 是不是如此呢 是這個意思嗎 如果以上你們不覺得是這樣 也不承認這些的話 那他說的這個中國人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 對嗎 還有一句啊 我在台北萬華長大 我熱愛我成長的土地 美味的小吃 善良的人們 我母親是花蓮人 父親是福建人 對吧 這是存在協議中的 絕對不是一個選項 絕對是沒有錯的 你也可以這樣自我認同 因為這是你的自我認同選擇 但還是要釐清一下 我舉個例子 川普的主婦 是德國 巴法利亞人 媽媽是英國 蘇格蘭移民 蘇格蘭先前還鬧獨立呢 而川普從小 在紐約出生長大 吃著紐約的美食 川普身上 同時留著美國人的協議 也留著 英國 蘇格蘭人的協議 也留著 德國 巴法利亞人的協議 我們家世哈 這個期間英國他是一個大獨裁 或是德國他還是一個大獨裁 英國他們自己創造了一個大英民族 對吧 把所有英國的民族 併成在一起 德國也搞了一個新的民族 把所有生活在德國的人 不同的民族 都併在同一個民族 然後搞大一統 然後有這個協同的人 必須效忠自己協議的祖國 請問川普這個時候如果說自己是大英民族 或是大德民族 然後常常在這兩個國家做生意 還說什麼 我們都是說英文的 要一家親 對吧 我身上也有德國的協議 我們很多人都是 從歐洲來的移民 有德國的協議 也不意外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美優一家親 而這些是對美國有侵略意圖 請問川普會被美國人怎麼樣看待 這種邏輯為什麼 套到台灣身上 大家就已經混亂了 大家都是聖母了 而且這個文章很厲害 利用大家對病患的同情 順便夾帶私後講到 因為政治而創立的中華民族 以及現在令人家混淆 不情無人兩可的中國人定義 民族混血是一個事實 沒有錯 所謂的五胡亂華 五個胡人族類 匈奴各種 然後一直到蒙古啊 金人啊 女生啊 契丹人啊 兩腳羊啊 大家已經是一個混血了 沒有錯 但國籍不是 所以不要再混淆 你現在拿的是綠皮護照 中華民國太陽灰的護照 跟 小粉紅拿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天安門徽章 五星的徽章的護照 不一樣 香港也是天安門五星的徽章 不一樣對不對 你全民說出來 我是中華民國國民 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華民國國民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 講出來啦 為什麼蕭敬騰臉書發的那篇 貼文 跟 微博上發的那篇貼文 下面那個字 不見了 統一台灣那個字不見了 我是希望 蕭敬騰 你自己也有做過一點抗爭 表示 好啦 不得已啦 如果要發臉書的話 可不可以拿掉下面那一段 我是不知道你怎麼想 但即便是這樣 我觀感也是非常的不佳 所以看來最近中共壓力非常的大 對吧 逼迫非常多的台灣藝人去表態 而且是在軍演跟國會混亂的期間 而解放軍這次的軍演 沒有實彈射擊畫面 而是放了3D動畫代替 我們國防部啊 在前兩天也釋出了 F-16V 利用美國先進的 AAQ-33的狙擊手夾艙技術 鎖定了殲-16轟-6的解放軍戰機畫面 如果配合我方新採購的 AIM-9X超級響尾蛇飛彈 那基本上可以一擊必殺 而狙擊手夾艙是什麼呢? 夾艙啊是可以讓飛行員在遠距離 遠距離高空中精準的瞄準目標 並且將引向即時的傳回作戰中心 甚至可以在15000公尺的高度偵查地面目標 而這可以讓飛行員大大提高精準攻擊的能力 大幅提高擊殺率 這個技術是2018年 美國對台軍售的成果 我們在24年的今天看到了 而大陸國民黨從陳水扁時代 就惡意拖延我們的軍事國防發展預算跟採購 擋了非常多條 對吧?大家應該記憶猶心 現在的國中兩黨過半 未來新一輪的國防採購、軍事採購案 你們就等著看會不會被以貪腐腐敗等名義 拖延阻擋審查 因為上一屆國民黨他不是多數他都打成這樣了 這次他是多數大家說呢? 而5月24號啊 傅奇坤在國會裡面對民進黨發言的那一個人啊 大喊我要把你幹掉 一定把你幹掉 然後自己尿尿要六七個警察去陪同 欸你怎麼不說要把中共給幹掉 怎麼不說要把習近平給幹掉 說個笑話 全世界這幾年抓出非常多的議員 國會議員 甚至其他軍方都被中共收買 但是台灣絕對沒有中共代理人 絕對沒有齁 你就是中南海聽床師 雖然我對中共啊 都沒有像你這麼深入的言用 但你絕對是一個中南海聽床師 哈哈哈哈 中共這次軍演啊 是搞封鎖 對不對 兩天就集集收場了 用3D動畫武統台灣 我們從這次的貓膩可以發現 中共目前是沒有能力打下台灣的 目前啊 所以搞了一個封鎖台灣長期戰略的軍演 僅僅兩天 而也證明了他連長期封鎖的能力都沒有 不然怎麼不宣布軍演一個禮拜以上呢 而我們還可以發現中國這次的後勤補給啊 跟國際反彈是一個很大的阻力 但是 習近平確實也非常努力的在提升 自己未來打下台灣的能力 現在沒有能力不代表他不想要提升自己的能力 所以啊不要斷章取義喔 去年啊習近平才開始整頓軍隊內部而已 而我們跟美日的實質關係也是大幅提升 從這次的軍演可以看出來 哈 反而是我們鎖定他們的目標 好像是我們在軍演他一樣 中共不敢跟小粉紅講這條影片的存在 所以國民黨的任務啊 是什麼呢? 延緩我們的抵抗發展 不管是從民間、企業、經濟、軍事、國防 各層面的消耗我們抵抗的意志 不要讓我們把精力關注在中共方面 只要全民的意志降低了 這個就是最好的 省略中共對台灣的侵略成本 對不對? 即便你拿外星人的雷射武器 但是你是沒有抵抗意志的 人家拿一塊石頭都可以把你砸死 巫頭你成功 而這一次中共對台軍演 擊落海上標靶物 零 空中標靶物 零 地面標靶物 零 但是他有一個成果啊 是我們台灣 望成莫及的 什麼呢? 他擊落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 4500家企業的股票 所以中共目前最厲害的 還是 心理戰 但他在打心理戰的同時 他還是在提升他實質的戰力啦 我們台灣人這兩個 要一起看齁 而他們想要讓台灣人認為台灣內部沒有代理人 利用公眾人物去進行統戰 說一些 無倫兩可的話 說一些能夠被中共當作有利用價值的笨蛋的話 而我們台灣人還會幫他洗地 哎呀 好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一定要幫我封鎖 我是爸好 下次見了 Bye